大家好,我是刘一生 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一百岁 长寿又健康 为什么有的人五六十岁就一身病 早早离去 影响长寿的因素是什么呢 研究发现影响男女长寿的因素各不同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 其实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 男性如果用免疫与抗击严正的优势 长寿的可能性更大 而女性的糖类和脂类代谢越强 肥胖的几率越小 生病的几率也就越低 而不少疾病都是在五六十岁左右发生 特别是男性 因为这个时期身体器官开始衰老退化 抵抗疾病的能力会下降 加上退休将至原有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很容易出现身体的不适 而压力大吸烟酗酒熬夜等等 这些都在默默的影响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就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保证心情的平静 医学研究表明 许多疾病与不良精神因素的刺激有关 它影响机体的生化代谢 使免疫功能降低 而注意心理上的平衡状态 亦有助于改善免疫功能 第二是保证一个好的睡眠表意 睡眠不足会使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体内的T细胞负责对付病毒和肿瘤 如果得不到充足的睡眠 T细胞的数目就会减少 生病的几率随之增加 不过不一定要睡八小时 只要早上醒来的时候 精神舒畅就可以了 第三是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 美国阿巴拉契州立大学研究指出 每天运动30到45分钟 每周五天持续12周 免疫系绞数目就会增加 抵抗力也会相对的增加 第四是要注意补充新鲜果树和优质蛋白 因为新鲜果树蔬菜里面 富含一些我们人体无法自主合成的微量元素 所以补充维生素是很有必要的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只要注意这几点都会有一个健康的体质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我是刘一生 我们下期再见